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日韩高峰会后记者会主调聚焦台湾议题 他强热台湾和平有关印太安全 为了应对中国大陆和俄罗斯挑战 岸田也说日本会提升防卫能力和国防预算 增加反击能力 他称在这点上拜登表示强力支持 而两人强调在亚洲局势上美日同盟紧密 只是记者反问拜登若是中国大陆青台 跟中国大陆五人说中国大陆影响 中和中国大陆证言 是意见的 这是我们立刻合在这些制度 我们非不认为 我们合计大陆的政策 是绿签之一的 让人们扭认可否 但是想法成功 只是用力 不能適合 它會不及避充整個地區 和再次其他行動 相同在英國的事情 拜登稱若中國大陸武力犯台 美國會軍事介入 以上是我們所掌握到的最新訊息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